過去陳時中說在立法院說三加十一是沒有會議紀錄 結果現在又說三加十一的會議紀錄在監察 你怎麼來看他說辭反覆到底哪一個才是真的 我覺得就問問台北市民怎麼看吧 那因為衛福部把疫苗的採購合約是採密件的處理 那你怎麼來看以法律人來看有辦法用密件處理來就輕輕重算 帶過嗎 各位有什麼東西是需要保密三十年的 三十年後這個三十我們上一次的疫情是十八年前 所以保密三十年是要幹什麼的 所以想不通公開透明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會不會覺得說國家的機密成為政府的遮守部有這樣的可能性 如果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為什麼要有機密 現在這些東西都是全世界公開的公開的資訊 而且這些疫苗已經賣到不知道多少量了 這些價錢什麼也不是秘密的 而且我相信那個慈濟跟鴻海都有啊 這有什麼好機密的嗎 市長三加十一的會議紀錄 有人認為說這個 衛福部說是國家機密要封存三十年才會公布 呵呵 是不是比核廢料還蠻處理喔 這個要誰說要封存衛福部 說是國家機密 一樣嘛到現在為止 我跟你講人家郭董都可以公布他疫苗的價錢 因為條件什麼時候要進來 外面我們 那個衛福部買的疫苗價格多少 什麼時候進來都神秘兮兮的 我就覺得 所以這樣 公開透明從自己做起來 他自己買疫苗的那些資料能不能先公開透明 他昨天不是在記者會說大巨蛋要公開透明嗎 我如果跟大家說 我們跟遠雄談判的會議紀錄 全部都鎖在我們台北市政府的保險庫裡面 你覺得這是公開透明嗎 你那搞清楚什麼叫公開透明 公開透明 open to the public 所以公眾公開 不是常在監察院裡面叫公開 還是等到選後才要公布 還是等也是要封存三十年後再公布 市長想問一下關於這個三加十一的這個會議紀錄 那陳時中今天早上有說他的資料都在監察院 那你怎麼看他這樣用一句話 就有點簡單帶過這樣的感覺 是不是有點沒有交代清楚 也沒有辦法說這個 他還說 好 謝謝 到我們的活動要 我回答你 你剛才說他什麼 就是他有提到說三加十一會議紀錄都在這個監察院裡面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說高端耗損率是BNT的485倍 怎麼看這件事 高端怎樣 耗損率 耗損率是BNT的485倍 這個是這樣 他說那個 他昨天不是在記者會說大巨蛋要公開透明嗎 我說跟大家說 我們跟遠雄談判的會議紀錄 全部都鎖在我們台北市政府的保險庫裡面 你覺得這是公開透明嗎 所以他說資料有啊 都在監察院 問題是有拿出來公開透明嗎 還是等到選後才要公布 還是等也是要封存三十年後再公布 所以這樣啦 請他搞清楚什麼叫公開透明 公開透明 open to the public 對公眾公開 不是藏在監察院裡面叫公開 請他自己搞清楚什麼叫公開透明 想問一下說就是昨天您提到大巨蛋的這個事情要把資料完全的公開 不過長官好像批評說您昨天講的乾脆把這個三加十一的當初的會議紀錄為什麼不直接公開 所以我在指揮中心的有會議紀錄的會議紀錄都在全部那裡都在監察院將未來也都會做足一的 那至於我們在指揮中心這個行政執行的單位我們只會有 這個情況 那那個情況我也跟立法院跟監察院都報告過 那就是我主政相 那我是根據大家來呈報情況 決定在那個時間點採用這樣的政策 然後在記者會公布之後來實施 那任何這些會議在立法院的時候 我們有開過一些相關的秘密會議 所有的資料合約 立法委員都檢視過 剛剛您說那個三加十一的紀錄現在是有到監察院來審視了嗎 因為您之前一直說沒有會議紀錄這件事情 所以是監察院已經開始在調查三加十一這個破口了嗎 我還是沒有辦法跟你就講說三加十一是破口 請不要把他污名化 然後第二個就是相關的資料 我們在監察院是被調查過的 那監察院可能等他的報告出來 自然他就會有清楚 衛武部要求是結論機密 地域封存30名 莫名其妙 就是用國家工廠購買的疫苗 我們每一個污名找的疫苗 有沒有知道是記滿多少錢啊 莫名其妙 要工程於30名 要到等程序中100歲才公布 莫名其妙 我所上是更為一部要的資料 到820號為止 我們採購的總數是6981萬劑 實際交貨是6058萬劑 已經交貨了87% 這裡面我們也要求審計部去做調查 那有關公開的資訊的部分 公開的資訊的部分 這個是審計部的調查報告 有兩方面 他的資料 他的意見幾乎都是打臉政府 過去所謂的超前部署 有關疫苗採購的部分有三項缺失 第一項國外疫苗採購企業的內容 跟政府的採購企業的範本不一致 上代演義徵定緊急的採購相關規範 所謂超前部署 到現在規定都還沒有 第二點部分 疫苗採購履業交貨 為何時估算 一起的違約金 第三點部分庫存疫苗 可施打的效期短暫 面臨過期消費的風險 這三項缺失顯示 政府事前沒有好好規劃 事後作業也非常倉促 審計部的報告直接打臉 這不是我的報告喔 審計部的正式文書喔 直接打臉 所謂超前部署 另外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包括 疫苗藥品的有關EUA的法規配套 還有疫苗接種作業的缺失 也有五項 第一項 疫苗接種的投資 相照其他漸進國家為低 疫苗研發及代工產製能量 期待提升 第二項 疫苗及藥品緊急使用授權法規 在具體藥件配套 上代提升 它的相關的規定 上代提升 審查之公開透明度 亦有待提升 規定不足 還審查的不公開不透明 這個貓膩最多 問題最大 第三項 疫苗接種計畫 未能需取國外 及早納入疫苗 預約平台 導致後續需以緊急方式建制系統並補辦 採過作業 第四項 第四項 都是國家 未將國產疫苗納入 疫苗認可清單 影響以接種國民出國的權益 第五項 疫苗接種 受害的救急案件審議 以進度反賣 傷害人民的權益 這五項的缺失顯示政府 在藥品疫苗 EVA方面 不公開不透明 問題重重 黑幕重重 請陳時中部長 繞跑的陳時中部長 出來講清楚說明白 這是審計部提出的審查意見 疫苗藥品的EVA 不公開不透明 陳時中部長 請出來講清楚說明白 不要繞跑 繞跑了還是要講清楚 另外剛剛講的是公開的部分 不公開的部分 我們也跟審計部要 但是審計部的來涵講說 因為衛生部 要求是絕對居密必須封存30年 莫名其妙 這是用國家公帑購買的疫苗 我們每一個國民打的疫苗 我們要知道 一劑買了多少錢 莫名其妙 要封存30年 要到等陳時中100歲才公佈 莫名其妙